大家好,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我是艾蒂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主要拍摄的是城市风光和岩石摄影 在这个频道里,我将分享我的摄影经历和心得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照片的后期处理是有很多不同的目的的 其中噪点是最让我花心思去处理 也是最头疼的问题 但是这个病最近被治愈了 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我最近正在使用的 后期锐化降噪的好方法 来自于Torface Labs的B-Noise AI 它是至今为止我用过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并且操作非常的简单 就算是您不会用任何的后期软件 也可以轻松的驾驭它 其实无论是什么画幅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 都是带有原生的噪点的 那无论是白天光线好的时候 还是夜景和暗光环境 噪点真的是无处不在 情况不同 只是噪点多与少的区别 那么如何检验自己的照片 是否需要进行降噪处理呢 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小方法 放大照片当中单一颜色的位置 比如说天空 您会发现蓝天甚至是这种云朵上 会出现很多杂色 那么如果您觉得这些杂色影响了照片的美观 想要去除它们 让照片变得更干净透彻 那么就需要进行降噪处理了 通常夜景和暗光环境下使用高ISO呢 这个噪点就会非常的常见了 当然也许有些照片当中 这些杂色并不明显 比如说光线非常好的时候 或者是街景这种内容极其复杂 单一颜色不多的情况 您呢可能会觉得噪点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不去做处理呢 也是可以被接受和理解的 但是呢如果您像我一样 对照片的质量要求非常的高 特别是拍风景类的照片 我的建议是呢 每张照片都要进行降噪处理 只是不同的情况 咱们处理的程度不一样 有深有浅 而通过我的时间证明呢 即便是白天光线不错的照片 通过少量降噪之后呢 照片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对比降噪前后的效果呢 可以看到照片当中不仅是噪点少了 而细节和整体质感的表现呀 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照片画质呢 也变得更为细腻通透 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去花时间做这一步处理的 目前呢我使用的这个Lightroom和Photoshop 都没有带来让我满意的降噪解决方案 那这也是至今我没有做过相关教程的原因 于是呢去年底我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这个Denoise AI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有效的降噪方案 在研究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了导致照片涂抹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Lightroom当中的锐化和噪点消除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 在您导入照片到Lightroom之后呢 软件有可能会自动帮您加载了锐化和降噪处理 那这会对照片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咱们来看看这个锐化功能 可以看到当我将锐化数量复位到零的时候 单色的位置它的噪点和涂抹感是不是就有点消失了 当然照片就会变得无比的肉 看上去啊没有刚才那么清晰了 那这就是锐化的作用 那咱们再来看看噪点消除功能 在添加了噪点消除之后呢 天空确实变得干净了 噪点少了很多 但是呢建筑的细节就会变得很模糊 色块感开始逐渐的就显现出来了 特别是夜景的照片 那这个时候如果同时添加锐化 那么熟悉的涂抹感就来了 所以这个锐化和噪点消除功能呢 是两个相互反作用的功能操作 锐化让照片的细节变得锐利 但是同时呢会增加噪点 而噪点消除功能呢 它可以减少噪点 但是会让细节变得模糊 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两个设置 所以啊我建议大家特别是和我一样 正在使用富士相机的小伙伴们 如果想让照片少一些涂抹感 立刻停止使用 Lightroom当中的锐化和降噪功能吧 Denoise AI的运算方法呢 和Lightroom不一样 它呢可以做到更好的识别 噪点和真实的内容细节 然后呢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这样呢就不会在消除噪点的同时 丢失细节了 它呢可以作为独立的软件使用 也可以在安装之后呢 通过插件的形式启动 所以用起来啊还是非常方便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 Denoise AI是如何工作的 在Lightroom当中 右键点击任何一张照片 找到在应用程序中编辑 选择下面的这个Denoise AI 如果是在Photoshop当中呢 需要进入到顶部的菜单 找到滤镜 点击 然后找到最下边这个Torpex Labs 然后点击Torpex Denoise AI 就可以以插件的形式 在Photoshop当中启动了 由于独立启动和插件的形式 打开之后 它的界面以及使用方法 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在这里我就直演示 独立启动版本 在打开软件之后呢 直接将想要降噪的这张图片 拖入到软件当中 这个时候呢 界面右侧会出现三个参数 第一个呢 是AI Model 也就是说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预设 AI Model下边呢 是降噪和锐化的参数设置 以及恢复细节和去除颜色的噪点 但你要说这个是预设吧 它也不完全是预设 因为一旦修改了下边的这个参数设置 那么下一次我再选择lowlight的时候 它还是我更改后的这个参数设置 所以在这里边呢 如果您想省事一点 那推荐这个按钮 就是有一个小闪电这个按钮 如果您按一下 它呢就会自动的帮您判断 在这张照片当中 应该使用一个什么样的参数 才是最合适的 您可以把它选择的这个参数呢 作为一个最终效果的参考 如果觉得不合适 还可以把它关闭 但是您看我关闭之后 我的参数就被修改为了 它刚才所推荐的那个参数设置 在选择这四个预设的时候呢 有个更为直观的方法 咱们先不去管参数到底是什么 直接点击界面最上面的 这四个小格子图标 点击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每个下边 都会有个进度条在走着 当它全都变成了绿色之后 这就说明它的处理已经完毕了 现在您所看到的这四张缩略图 分别就是刚才这四种预设处理的效果预览 也就是说不管右边它的参数是什么 咱们只需要通过左侧的效果预览 选择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我觉得右上角的这个clear 和左下角的lowlight效果 要相对来讲更好一点 但是呢别着急选 咱们把照片放大到200% 当放大之后呢 不难看出lowlight在蓝色天空部分的降噪效果 要比clear稍微的好一点点 而且在建筑上的细节恢复呢 似乎lowlight要更自然一点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案例当中 lowlight的选项是最适合这张照片的效果 双击lowlight这个缩略图 就可以看到原图和处理之后的结果对比 有没有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吧 lowlight的预设参数呢 是减少噪点18增加锐化30 当然根据它的这个设置结果 咱们也可以手动微调这些参数 让噪点和细节得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选定之后点击右下角的保存照片 点击之后呢会出现两个选择 上面这个选择呢是可以选择覆盖原文件 关闭它就会单独另保存一个新的文件了 点击保存 这里显示处理的速度为22秒 这一张照片呢就这么处理完了 Denoise AI的使用方法呀就是这么简单 前后呢也就是两分钟操作的事 处理的速度呢是取决于您这个图片的大小 以及电脑硬件的速度 像我这个XT3拍摄的照片呢 大概30秒钟处理一张 而中画幅它需要处理一分钟 下面呢分享几个我在使用时候的思路 因为这个Denoise AI呢它支持RAW文件处理 所以思路一是直接将RAW文件拖入到软件当中 先对原图的细节和噪点进行处理 当直接拖入RAW文件的时候 别忘了选择刚才AI model当中第五个选项RAW 这个选项的特点呢是需要手动调整下面这个参数 您可以看到它现在带的是我刚才lowlight的参数 而我选择了RAW之后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认为这个参数处理的效果还不错 我选择继续使用这个结果 在调整之后呢我就可以选择直接保存 同样它还会是问我保存原图还是另存一个 那么我选择保存一个新的文件 在保存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DNG格式的文件 RAW格式呢是相机的原始文件 我这个复视相机呢它是.RAF 而DNG是电脑后期软件的原始文件格式 名字不同但都是带有原始数据的格式 之后呢将DNG导入到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当中进行调色处理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在RAW文件当中还原更多的细节 同时呢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工作流程不变 但是啊我发现这样做呢会导致配置文件的丢失 那么使用复视相机的小伙伴们 在后期就没有办法加载胶片模拟效果了 第二个思路呢是仍然在Lightroom当中做图片管理 先进行调色再导出前一步呢利用插件的形式 启动Denoise AI对照片进行处理 这样做呢会生成一个新的副本文件 所以它的缺点呢是处理的照片数量比较多的话 就会有大量的重复文件出现 占用比较多的空间了 第三个思路呢是我目前正在采用的 还是按照我以往的修片流程不变 使用Lightroom或者是Photoshop进行先调色 照片呢照旧导出一套JPEG格式输出 然后将这所有的JPEG文件导入到Denoise AI 批量进行降噪锐化处理 然后呢统一保存照片覆盖原片 这样我原来导出的这套JPEG文件呀 就全部都是调过色的成片了 并且锐化降噪呢也都自动的完成了 这个方案的好处啊是保持了 我自己比较舒适的工作流 降噪锐化的处理呢可以批量自动化 操作期间呢我就可以去做点其他的事 节省人工操作的时间 Topaz Labs所有的软件都提供免费下载试用 所以大家呀别着急下单购买 先下载一个试用版试试看 一呢是看在自己电脑上运行起来是否流畅 二呢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 我购买的时候是去年黑五特价的时候 三个软件打包一共99美金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 我呢也推荐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 在各种节假日打折期间去购买 比如说每年黑五呢是我注意到它价格最低的时段 其次是各种节日 比如说Easter或者是Memorial Day 价格在打包159美金左右 相当于就是买二送一吧 自从用了这个Denoise AI之后呢 我就更喜欢照片后期这个环节了 看着每张照片都干干净净的 心里特别的痛快 也希望我的这一新发现 能够同样帮助到大家去解决噪脸的难题 感谢收看这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莉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